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华家强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看 近期在社交媒体上掀起热潮的迷水减肥法 这种方法据称能够抑制饥饿感 但专家警告 这并没有医学证据支持 长期使用可能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专家建议均衡饮食和运动才是减肥的关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深圳 随着内地经济下行 消费降级的现象愈加明显 许多知名连锁餐厅纷纷降价 以吸引更多的顾客 本报记者实地走访深圳多个商场 发现价格较低的小吃店和快餐店人气爆棚 而一些高价餐厅则显得冷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最后我们来看一起震惊全国的刑事案件 黑龙江的杀人狂魔贾文革被捕 其地窖中竟藏有42具遗体 这个犯罪团伙手段残忍 令人发指 最终被迅速定罪并处决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东方日报 社交媒体近日兴起一种新的减肥秘方 将白米用热水浸成米水 再加入鲜榨橙汁 再早上饮用 据称米水富含淀粉质 美国等多国网民尝试后 不少人认为有助抑制饥饿感 但专家警告此法 没医学证据表明有效减肥 有网民表示 饮用米水后可维持全日饱腹感 形容如同昂贵减肥药物的低成本代替品 甚至有美容网红分享指 米水有助护肤及生发等 耶鲁大学医学院烹饪医学主任伍德 Nate Wood博士解释 米水含有抗性淀粉 或有助延长饱腹感 但不代表可代替经批准的减肥药 医学界也没任何数据表明 米水含有的抗性淀粉有助减肥 中医理论认为 米水饮用有清热作用 也适合女士敷面美肌 但孕妇、糖尿病患者等 要控制饮用量 不宜经常饮用 伍德义建议均衡饮食及运动等 才是减肥关键 星岛日报 内地经济下行 不少民众消费降级 不少港人熟悉的连锁网红餐厅 近期频频减价 泰尔酸菜鱼单价从80元 人民币、夏同跌至69元 价格回到7年前 海底捞推出人均不超过百元的 平价子品牌 更有不少连锁餐饮 以五花八门的附加服务稀客 尽管各出奇招 但本报记者实测 深圳多个商场内 单价数十元的小吃减餐 人气远胜连锁餐厅 有时刻表示便宜才是王道 内地商场地库部分的餐饮 往往是单价20到30元的小吃减餐 奶茶烘焙 中层是人均消费百元左右的连锁餐饮品牌 中午一点左右 正值用餐高峰期 本报记者在深圳中心城目击 中层的泰尔酸菜鱼 西北油面村等名牌连锁餐饮品牌 有超过一半的上座率 另一些普通餐饮品牌则颇为萧条 有烤肉店几乎空无一人 位于该商场富一楼 消费更为低廉的快餐店 如大家乐、万利季、米田乌拌饭等 几乎渐渐满座 另一间商场黄亭广场低层的牛九章 包猪公等奶茶小吃门口 一人头拥有 年轻人只去B1 B2消费曾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 引来不少网友认同 深圳市民叶子向记者表示 自己已有两年不去商场中层的品牌餐饮店吃饭 地下两层就能满足我所有需求 四楼的餐厅感觉要消费不起了 不过 这些连锁餐厅也开始频频打折降级 曾打着不外卖不拼桌 超过四人不接待的泰尔酸菜鱼 过去排队三小时是常态 今年起开始丰富菜品体系 在广州、深圳等地上新不辣酸菜鱼 部分门店又新增自助区 小时、饮品、冰淇淋、畅吃畅饮 在泰尔深圳中心城分店工作三年的店长 向本报表示 今年的优惠活动明显比过去几年要多 除了下调价格外 促销手段依较之前多样化 泰尔曾在今年7月推出9周年活动 双人套餐价格最低至百元以下 目前该套餐普遍的售卖价回归到150元左右 不过时刻关关告诉记者 如果通过抖音、美团等直播平台购买 仍可以享有百元以下的低价 但需要关注品牌直播账号 实时蹲点 拼手速抢购 上述店长指出 大约有一半消费者 会使用直播平台购买的优惠券结账 锅底8元起 荤菜9.9元起 素菜6.6元起 焖饭6元任吃 另一品牌怂火锅 门店外贴出公告 店员向本报说 今年门店食品价格普遍下调 除此之外 几乎每间连锁门店门口都贴着降价公告 原价158元 限价89元 会员活动日五折等层出不穷 其他著名连锁店 如陈济顺和 八河里牛肉火锅 都曾相继打出了 价格回到十年前的广告 快餐连锁品牌乡村鸡 更是宣称重返2008 原价16元的公保鸡丁饭 现在只需11.99元 星岛日报 1991年11月 黑龙江警方打开一个封闭的地窖 随即一股恶臭散发出来 有人忍不住呕吐 手电筒的灯光照出满地残肢 警方点赞发现多达42具遗体 然而地窖还有很多火灰 其中步伐被销毁尸体 一群以贾文革为首 食恶不赦 心肠歹毒的犯罪团伙 抢劫强奸 谋财害命 甚至煮了受害人的器官下酒 吃生直气 这帮人劣迹败露后 被急速定罪枪决 其其哈尔那河出身的贾文革 眉清目秀 外表斯文 底下却埋藏了一颗恶魔的心 他生于文革期间 父母为保全家人 便给他取名文革 当时许多地方开办工厂 而贾文革的父母 便是工厂的工人 家里生活一直很好 父母对于贾文革的期待也很高 希望能学有所成 然后回馈社会 然而 所有的一切 都和他父母的期望 成了强烈的对比 贾文革并没有按照父母的心愿 当一个乖儿子 打架斗殴 是家常便饭 初一读完 便没有再继续上学 父母实在没有办法 便安排他到厂里上班 可是他整天沾花惹草 和厂里的女同事谈恋爱 因此被工厂开除 之后 他便无所事事 还把女人带回家中 他将老婆的工资挥霍尽 被老婆提出离婚 但他无法无天 继续与女生私混 之后 他去做屠夫 杀猪卖牛做生意 为了快速生财 他动了歪念 开始抢劫 一次他在街上 与打扮极其亮丽的女子搭讪 带回家发生关系后 不愿给钱 反抢这个女子的财物 女子激烈反抗后 贾文革便把他掐死 扔到自家地窖当中 这次他第一次杀人 此后 陆续有19个女子 在和贾文革发生关系后 长眠地窖 这些女子多数为娼 直到第21个女人的出现 令他变本加厉 第21名女子叫徐丽霞 是良家妇女 但因为和老公吵架 在火车站附近幽转 贾文革误以为 他是卖淫女儿搭上 最后如出一辙 扔进地窖 然而 他并没有死去 准备逃跑的时候 刚好撞上贾文革 他提出 帮贾文革勾引嫖客 来增加收入 贾文革先后网罗 清河乡江东村农民李秀华 献蔬菜公司工人孙文丽等人 结成杀人团伙 从1989年3月至1991年10月 供杀人 抢劫 强奸 盗窃作案至少64宗 杀死42人 18男24女 据说 他们用喷射麻醉剂 注射过量安眠药 绳勒 刀刺 俯砍等各种不同手段杀人 还曾将受害人挖出内脏 切下糕丸做菜下酒 残忍的手段 无法用言语形容 他们还曾到南方抢劫 先后流窜到长春 沈阳 海城 杭州 金华 三明 福州 厦门 宁波等地 犯下累累罪行 但只在那河杀人 一次 他们在杭州火车站 受到警察盘查时 徐立霞供出杀人情势 导致贾文革被抓获 几人被押回那河 警方挖开贾文革家地窖 发现尸锈冲天 手电筒的灯光照出满地残肢 经点算发现 多达42具遗体 还有很多火灰 相信还有被销毁的尸体 此案案情骇人听闻 法律程序走得很快 据记载 此案在中央政法委 公安部和黑龙江省公安厅 七七哈尔市公安局的指导下 1991年12月26日 侦查终结 同月31日 由七七哈尔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一年1月8日 七七哈尔市中级法院开庭审判 并报黑龙江省高级法院 中审判处六罪犯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4日 七七哈尔市中级法院 在那和召开公判大会 会后即将贾文革 李秀华 徐丽霞 孙文丽 李燕珍 贾文革妻子 王燕玲 贾的另一拼复 六名特大杀人集团罪犯处决 香港电台报道 国际体操联会决定恢复巴黎奥运女子自由体操决赛最初的名次 罗马尼亚选手巴宝素将获补发铜牌 比赛当日 巴宝素以13.700分原本排名第三 但因美国选手杰利斯的教练上述成功 杰利斯的难度分被上调0.1分 从而以13.766分获得铜牌 罗马尼亚体操协会和巴宝素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仲裁 经过7小时的聆讯 裁定美国教练的上诉超过了一分钟的实现 因此无效 国际体操联会随即调整赛果 恢复巴宝素的原本名次 并宣布他将获颁铜牌 东方日报报道 一名39岁的巴西男子因在巴黎多受冒牌奥运奖牌 被判10个月缓行监禁 并在三年内不得再到巴黎 该男子在巴黎12区街头 售卖假冒的奥运奖牌 警方在其住所搜出近850个假奖牌及挂绳 以及超过1000欧元的现金 此男子于7月14日抵达法国 检察部正式案件并已通知奥委会 等待进一步法律行动 驻法国记者吕靖仪报道了这一事件 强调了巴黎奥运会期间假冒商品的泛滥问题 香港电台报道 美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副总统贺锦丽在三个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 领先前总统特朗普 纽约时报和西耶纳学院对选民的调查显示 贺锦丽在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州的 支持率为50% 领先特朗普的46% 此前 特朗普在这些州与拜登打成平手或稍微领先 但拜登上月宣布退出竞选 改为支持贺锦丽 调查结果还显示 选民在经济和移民等问题上 仍倾向支持特朗普 但在堕胎问题上 贺锦丽以24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 特朗普竞选阵营 质疑民调方法 认为有意压抑她的支持率 外国通讯社指出 贺锦丽选择明尼苏达州州长乌尔兹为竞选拍档 为民主党注入了新活力 选民认为她比特朗普更聪明 气质更适合执政 广西德天瀑布景区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机械故障事故 导致一名游客不幸身亡 另有60人受伤 事故发生在昨天下午20左右 当时一个类似登山输送带的机械项目突然失控 迅速下滑 导致多人受伤 目击者描述了现场的混乱和恐慌 事发后 景区所在的大兴县 立即组建了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组 县应急局 文旅 消防和医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展开调查并安抚游客 景区已宣布从今天起暂时闭源 具体重新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 也门胡塞武庄宣布组建了一个 名为变革与建设的新政府 由拉霍伊负责组建 胡塞武庄目前控制着 包括首都萨纳在内的也门西部和北部地区 并实际行使政府职能 然而 这个新政府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目前 国际上承认的也门合法政府则位于临时首都亚丁 胡塞武庄的这一举动 进一步加剧了也门内部的政治动荡 和国际社会的担忧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 特朗普竞选团队内部文件外泄 疑似由伊朗所为 自上月22日起 Politico收到了一批匿名电邮 内涵特朗普团队的内部文件 文件内容包括对副总统候选人万斯的调查 特朗普团队发言人史蒂文 张承认文件外泄 指控这是敌视美国的外国势力 特别是伊朗 所谓 意图干预即将到来的美国11月大选 并制造混乱 史蒂文 张颖用了微软的报告 称 伊朗在今年6月 入侵了美国选举活动高级官员的账户 伊朗对此暂未回应 Politico也未能从传文件的人那里 得到更多信息 东方日报报道 孟加拉国的政治风暴 愈演愈烈 学生示威浪潮 将总理哈希纳逼下台并出走印度 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 让他执政期间任命的多位高官也陷入困境 上周六 首席大法官哈桑和中央银行行长塔鲁克德尔 先后提出辞职 司法部顾问纳兹鲁尔 在脸书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证实了首席大法官哈桑的辞职消息 学生团体此前曾警告哈桑 如果不辞职将会面临严重后果 至于中央银行行长塔鲁克德尔 他的辞呈由于职务的重要性尚未被接受 孟加拉国的学生们因为反对公务员职缺配额制度 而在7月发起了大规模示威 政府的强力镇压反而激化了局势 导致了哈希纳执政15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动乱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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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